這個就是我今天的第二套衣服 這套衣服就是我剛剛變了吸血鬼 來到這個世界 不太適應拍了一個神秘的儀式 總之有一條蛇咬了我 咬了我之後我就正式入會 入了這個大家庭的感覺 其實都是一個寓意我好像接受了自己的黑暗面 接受了自己一個未被人發掘的一面 但自己都接受就願意去embrace myself OK ColorCon其實這次就大概是紅色 比較想sharp一點 因為普遍吸血鬼都是紅色 或是黃色或是白色 今次就想選擇紅色 因為本身自己都喜歡紅色 還有自己覺得特別一點 跟平時可能自己on stage會戴的Corn不同 坦白說其實這隻Corn真的超級不舒服的 因為它比平時普通ColorCon厚很多 硬很多 所以感覺就好像帶了那些 糊木鏡塞過鐵片進去的那些 感覺很像那個感覺 但是不要計算了 為了MV 頂幾個小時 在家裡 跳舞都害怕 其實跳舞是害怕 因為我譬如今次 Mr Stranger這隻舞 其實是比較大動作的舞蹈 所以其實都 很多時候很害怕 跳一下突然 那些衣服沒有摸出來 那你就要再NG 所以很多時候 平時我們拍跳舞也是 那些衣服一摸出來 或者摸了一點 其實就有手再來過 所以我 我預計今晚應該都是 會NG很多次 第一就是挑戰了 人生第一次跟蛇合作 我自己人生第一次摸蛇 原來是 沒有我想像中那麼滑的 好像梳化 好像銀包的質地 其實不危險的 只不過是 要經歷那個 我那個關頭 因為剛剛拿著蛇的姐姐 就說 她第一次帶的蛇 回到她家的時候 她的蛇是咬她的 所以我就 連主人都咬 我就一定 走不掉 但幸好她也很乖 所以就辛苦了她的蛇仔 今天就是 跟一個小妹妹合作 就拍了一個 跟劇情有關的 就是我拯救她的一個 一個小劇情來的 那個小妹妹 今天很害羞 但其實她很多時候 off camera 的時候 她突然間在我面前 就 突然間就很突然地 抱著我 但她是一個 平時都很盡量 保持一個很高傲的姿態 但有時候就忍不住 看到她熱情的一面 所以她很可愛 而且她很賣力 我感覺到她已經很盡力 她聽每一個order 她聽我的指示 所以她是挺有趣的 是跟一個不同界別的合作 好 現在是早上7點了 感覺好像跟上次MegaHit一樣 早上7點 8點收工 辛苦了台前幕後 製作團隊 公司團隊 Danser們 Rosser 這次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 都是很需要的 因為跳舞的成分很多 然後我們要一次過拍完 拍完Dance Version 所以 真的有點累 但是 這次我覺得 這個Theme 和帶出意義 我自己覺得是很特別的 好希望大家 計算上一次跳唱的歌 就是MegaHit 這次可以帶出一個 跟MegaHit完全 截然不同的感覺 給大家看 希望可以作為一個 2022年的一個 很新鮮的 開始 希望大家喜歡 Mr.Stranger 多謝